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拜托了冰箱草根板》 嗯,好吧,这一期视频就在我这一顿丰盛的午餐中开始了 然后,虽然我是在减肥阶段,但是饭还是要好好的吃 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有劲减肥 然后,我特别的骄傲,因为在疫情期间,我练出了好手艺 因为之前我都是不,很少进厨房,也不会做饭的 当当当当,看这个吉野家羊肉饭,麻辣香锅,鸡炭炒西红柿 都是我今天自己做的,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成功 然后,疫情期间,我其实叔叔也就是这两个礼拜开始吧 开始遮年厨艺,就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菜单,然后做 然后,开启了我的这个厨艺的,厨艺这方面的兴趣 然后,没想到还是很有天赋的,做的也都非常的好吃 我想这个世上,应该就是从此,增加了一位厨艺高手了吧 哈喽,今天要做三道菜,因为昨天跟小伙伴一起吃了火锅 所以就剩下了很多食材,我刚刚就把这些食材都给抄了一遍 然后呢,做一个麻辣香锅,然后再做一个鸡蛋炒熊柿 然后因为有点馋,国内这个鸡也加肥牛饭,羊肉饭 所以呢,我们把昨天没有吃完的羊肉片,也准备做一个羊肉饭 很热,很热 我把我们吃火锅调的油碟也再炸一点 今天我就是超爱吃辣 看起来让它爆光给它交女朋友 你们是不是会觉得这一锅麻香锅没有国内看着的丰盛 那是因为我们苦啊 我们不发没有食材 我们家的这些食材已经是非常丰盛的了 木耳是从国内带的虾是朋友送的 土豆是战备物资黑市场买的 就这五花肉是真的能正常买到的 能看出我们是肉食中路了吧 一锅的肉是放这么两个菜叶的 嗯 好多 香葱 美雏鸟 多来点芝麻 非常地顺利 非常地成功 我想这个世上应该就是 从此增加了一位厨艺高手 刚才盛饭的时候 我把手指烫了 虽然没有起泡 但是火烧火了 我刚涂了母瓜糕 吃了个七分饱 六分饱吧 然后现在又到了抽烟喝茶的时间了 今天要抽这个帕德加斯的路西达尼亚 也算是一个常规款的烟 这个呢是在这个帕德加斯里边 口碑非常好的 是就是备受好评的一款 然后这个尺寸 然后今天为了配合抽这支烟呢 我的所有的烟具都是 这是帕德加斯的 这个都是当时2017年雪佳节的时候 当时是纪念帕德加斯170多年 所以发的这全套的帕德加斯 这个烟具 所以就 一世感 这个烟我非常喜欢 因为很香 完美 然后今天为什么摆这么多烟呢 我先声明一下啊 我不是带货 然后我也不是卖雪佳的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雪佳节过后 因为我雪佳节那个视频不是给大家说 今年会陆续上市一些新的雪佳吗 然后这些就全部都是我雪佳节之后买到的限量款啊 点头买到好烟 然后给大家一一说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蒙特A 我又入了几盒 哪天高兴再把它拆一盒抽一下 然后 乌普曼2018年限量 然后这个是多塞尔的2019年限量 多塞尔2019 这个领盒是第一次见到 我觉得就是古巴的这个阿瓦的公司真的用心了 因为他们原来在包装上做的都比较简单 然后现在这个 它这外边有一个木质的一个领盒 然后这个盒子打开之后呢 里边还有一个盒 雪佳盒 所以它在包装上稍微用了点心 这个是罗米奥与朱莉这个成年款 秋节儿成年款 这个好像现在特别火 是不是大家在国内就是疯抢这一盒 这个是蒙特的2019年限量 然后里边的盒子打开之后特别的华丽特别漂亮 然后我是听说国内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个 最后这一盒呢就是这个鼠年的限量 就是专供我们国内的罗米奥朱莉的这个鼠年 但是它真的是所有这个雪佳烟中最贵的一盒 是现在古巴雪佳 古巴吃的雪佳单枝单价卖的最高的 高过高西坝的贝壳系列 就是单枝贼贵 我的天哪 然后而且它这一盒只有八只 我真的就是纯为了收藏才 哦对 这是鼠年的限量 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即便是我们长期生活在古巴 像这种限量款的烟值的收藏的烟也没有那么好买 为什么这次就是我很顺利的买了这么多盒 那是因为因为疫情的原因 古巴现在没有什么外国游客 然后在古巴的中国人也比原来少了 所以呢 没有什么定争对手 所以就比较容易买到这些 然后疫情期间就是疫情爆发 初期有一段时间 古巴那个所有的雪佳店全都关门 直到现在所有酒店里边的雪佳店 都还是关闭状态 然后有个别独立出来的这些雪佳店 它是减少了运营时间 比如说原来是全天开 现在可能就是上午半天开到12点 而且呢也不是周一到周六每天开 它可能减到周一到周四 然后上午9点到12点这样 所以就是时间也减短了 然后我都会去各个开这个 还营业的店去逛一逛 不得不说啊这个疫情期间我现在这个抽烟的量比原来真的是翻了一翻吧 所以我这个常规款的这个烟的需求就是购买购买量也增加了 我原来大概是假如原来是一天一根或一天一到两根的这个量吧 现在我一天平均都要在两根两根以上 嗯时间多了嘛 然后所以去雪佳店四十多了就会成就是即便是这种常规款也会淘到一些比较好的 你看像这一盒露西丹尼亚它就是18年的烟 所以它这个烟的状态就非常好 看这个烟灰非常漂亮 从这个烟灰就能看出这只雪佳保养得非常好 在这个烟灰中的烟灰的这种烟灰風景很多 在这种烟灰的时候都可以烫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